产房里,女人正在生第四个孩子,丈夫却还在军队训练士兵,丈母娘和三个女儿在门口守着,里面只有女人的嚎叫声,大半天了,孩子还没落地。 军队里,白上午接到电话得知老婆要生了,赶忙骑车往医院赶。 丈母娘对女婿白上午颇为不满,就为了生个儿子满足她的将军梦,女儿变成了高龄产妇,连生三胎都是女娃,只能把希望寄托到四胎上。 第四胎早产,丈母娘笃定是个男娃,白上午高兴极了,乐呵呵抱着女儿等儿子出生。 小子出来得快,姑娘才会晚上。 婴儿的啼哭声滑破天际,丈母娘笑了,这声音哄亮清脆,一听就是个小子。 孩子出生母女平安,丈母娘预言错了,偷偷溜了。 生的是漂亮的小公主。 这什么公主啊? 听到是女儿,白上午的脸瞬间阴沉下来,多了个玩伴,三个女儿笑开了,老四满月, 白上午带她来上户口。 孩子姓名? 白欢喜。 一报名字,工作人员都惊呆了,这也太奇葩了吧,三个女儿也不理解, 大女儿叫白金喜,老二老三是双胞胎,姐姐叫白木喜,妹妹叫白水喜, 已经够罕见的了,老四竟然叫白欢喜。 这个丫头让咱们全家都白欢喜一场,就叫白欢喜。 连生四胎都是女儿,白将军不甘心,为了让女儿们上军校当将军, 从小对她们进行军事化管理,就连墙包里的老四都要无条件服从命运。 白欢喜。 到。 从小别人家的孩子周迷藏玩游戏,白家的女儿们就只能跟着父亲跑操锻炼, 白上午想把女儿们培养成精英。 四个女儿住在家就像住在军校,每天六点起床, 还要在指定时间争分夺秒把被子叠成豆腐块。 老四白欢喜,连洗漱杯子都够不到,就要开始接受训练。 碰碰跳跳的样子啊,太可爱了。 春去秋来,欢喜慢慢长大了,跟姐姐们一样。 欢喜睁着没睡醒的眼睛喊道,表现十分优秀,不拖后腿。 母亲夏明松了一口气,欢喜聪明懂事, 从父亲最嫌弃的女儿变成最宠爱的女儿,获得了白上午的表扬。 欢喜领头跑步,白上午一直不住宠爱,跟在后面笑得合不容嘴。 母亲不放心,每天都叮嘱欢喜,慢点跑。 拍拳家福,白上午抱着老四,像宝贝一样护在怀里,比儿子还亲。 白家四千斤长大了,还保持着从前的作息。 老大白惊喜,最听话。 老二白慕喜,是超级学霸。 老三白水喜,十万人民。 老四白欢喜,最懂事。 老大白惊喜,到了嫁人的年纪,却十分抗拒相亲,她想自由恋爱。 父母看中了熟人介绍的刘明辉,工作好,收入稳定,家里没什么负担,人也长得帅。 如果惊喜不嫁刘明辉,就要嫁给父亲军人对象。 惊喜被母亲夏明又拉去相亲,没想到刘明辉无关周正,皮肤白净。 人长得还挺帅的,两人很快结了婚,生了个儿子。 脚踩红色高跟,手踢普拉打,肩皮长卷发,一身淡红色比基尼,头发一甩谁也不爱。 踏上红毯,腰姿宽拜,台步比专业模特还问。 白水喜气长一米八,一出场就是焦点。 比基尼大赛里最不缺的就是美女,奖金也十分丰厚,冠军奖励三十万,和价值百万的钻石万表。 还能担任电影女主角。 黄毛为了赢得比赛,找到主办人程书航,一口一个程总谈关系。 约她去总统套监,女人聊拨头发散发秘力,以为她会上钩。 程书航笑了,当场取消了她的参赛资格。 黄毛女恼羞成怒,大吼起来。 你凭什么取消我参赛资格? 程书航接她老底以企图贿赂裁判的名义,把她赶出了赛区。 水喜一心想当女明星,借了五万高利贷,租名车,买名牌,抽门面。 她来找程书航程总,谁知意外撞上了。 水喜不认识,骂她没长眼。 水喜问男人程总在哪里。 程书航逗她,说程总是色狼,水喜一脸无味,豁出去了。 程书航以为她跟黄毛女一样。 拿出两百,让男人带路,程书航色眯眯靠近,以为水喜也开了套房。 水喜大吼,我这条件用不着走后门,这是给程总的茶水钱。 程书航抢走红包逗水喜,比赛快开始了。 水喜抢回红包,要去后台做准备。 谁知,裙摆被程书航踩住了,整个人往她身上倒。 两个人就这样亲上了。 暗恋程书航的韩总,撞见这抹肺都气炸了。 水喜给了程书航一巴掌。 扭头就走了,程书航却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她。 水喜抹肺团 Podcast¡ 每1195 first mat